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大家都知道 郑嘉隆有出名的东藏寺 和许多特色的神庙 郑嘉隆也有一个好气处 吸引了Jonah 瓦雷基来拜访 就是 特色的布置和idea在整间cafe里面 其实我们的这个 特色的意思就是 马来话的意思 叔叔的意思 叔叔呢 我本身呢 就是我的侄女一起在创业 然后他就叫我叔叔 那我们自然就叫做叔叔了 那为什么我们要放特色呢 特色的主要的目的就是 要让一些马来友族会比较亲切 因为我们的focus对象 我们的顾客群就是三大民族 主要我们就要经营我们的就是 我们马来西亚的种族和谐 主要就是以木屋为主来做我们的cafe的一个模式 那其实老屋到处都有 那为什么我们要选择这个老屋呢 因为这个老屋它的形象是非常有特色的 而且就靠在我们这个人家人的第一条路 我们的parking也非常多 然后呢 为什么要打用老屋来做呢 就是我们让它注入新生命 有更特色的就是把它原本老旧的 再加入一些创意的元素 让它有更加的特色 OK 现在讲一下 适应了怎么样的顾客 周至周末的时候或者假期呢 非常多的这个脚车队啊 他们可能从在BJ、Sharam、巴森 他们都骑脚车队来我们 成为我们这里 成为他们的一个金流战 然后也有很多的那种骑士、虫鸡、骑摩托来我们这里 然后再继续往Molid的方向 或者在新村里面旅游圣地 例如东潭市、万寿工 还有其他的小事 所以这里拿出特别吸引 希望全马的人 都能够进来这个Bate这里 这个好去处 大家欣赏了 复古味道 浓浓的 Bate Coffee Jam 当然要坐下来 评赏一杯咖啡 和烤面包 这乌子